先祝一部分人暑假快乐 大家放暑假了 祝另外一部分人怀念暑假的快乐 这个月我的工作好多 我本来就是我自己的工作 有一档节目要开始录了 然后很忙 然后昨天呢 SQ跟我说 我上个月还欠了一期视频 这个月补上 等于我这个月可能又要录五期视频 SQ坏坏的跟我说 我非常正义的回答说 他说好的好的 那我们这个 这期聊的是繁花 金语成的繁花 我老把他念成金诚语 待会念错了 大家不要在乎 一本刚出来的时候 就引起了大家很多讨论的一本书 我忘了是南方周末 还是三连周刊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字 来讨论繁花的特别 像是好像很久了 没有一本专门小说 值得大家讨论的 然后我就买了繁花 接下来我先说说 我作为一个读者的对繁花 这本书的我自己的一个观感 可能有很多地方 是我很个人的一些观感 我刚开始看繁花的时候 特别的喜欢 他叙述的方式 特别的有画面感 有情境 有味道 是一种市井的具体 但不是故事的具体 怎么说呢 就是他不是为了设计一个 沾持有度的极画艺的故事 来设计结构的 而是以琐碎的闲杂来填充的 这个很有别于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小说 他有点做着有点像在玩 你可以说他没有什么写作的技巧 但是他对话非常的有味道 他用了一些上海或者苏州的翻译 但是他不会像海上画 海上画列传一样 听不懂苏州话的人 完全不知道 那个大家在说什么 基本上他不影响阅读 聊天节奏上有一种 大家很熟悉的日常生活聊天的一种方式 没有绝对的主题 特别的散漫 喜欢的人一眼就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绝对很难看下去 像一些风格特别明显的一些 没有大的剧情的一些电影 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他的风格 也确定了他的观众 当然了 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 女读者可能不一定喜欢繁华这本书 他不喜欢的原因是这部小说 有点下三路 很多地方很挑战大家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价值观 传统的女读者 女读者可能不是特别喜欢了 但我看到一半不到的时候 就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没有耐心了 特别累 我累的原因是 氛围这个东西要点到记址 久了人就会疲劳 没有人会一直在笑 也没有人会一直陷在惆怅里面 你比如川端勘诚的小说 那种病厌厌的感觉 我就觉得拿的恰到好处 他如果太缠了 我可能也会累 也可能是我现在比较浮躁 一部电影90分钟 我觉得刚刚好 三个小时我就会觉得累 话剧如梦之梦七八个小时 还分上下场 我也没什么耐心 当然繁华不是强剧情 对话非常的密集 而且有很多的情境 它毕竟是重复性很高的 作为连载小说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但集中到一本书上 一下子读完 这么后一本书 一下子读完 还是会觉得很累的 而且它里面这个对话 也很密集 一旦累了 我们甭管是看电影 还是看小说 还是看什么东西 就会出戏 但是繁华让我觉得 最有趣的就是它的一个对白 它的那个对白是什么感觉 就是我总结 就是我自己的总结 说叫它有一种 叫有一搭没一搭的 那种聊天方式 我接下来念一下繁华的开头 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非常有趣的 这种非常生动的 生活里面的这种对白的感觉 我很喜欢的这种感觉 感受一下 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 听见有人招呼 沪生一看是桃桃 前女友梅瑞的邻居 沪生说 桃桃卖大闸蟹了 桃桃说 长远不见 进来吃杯茶 沪生说 我有尸体 桃桃说 进来嘛 进来看风景 我有尸体 就是那个 我有尸体 沪生勉强走进摊位 桃桃的老婆发妹 低环一笑说 沪生坐 我出去一趟 两个人坐进摊椅 看发妹的背影 婷婷离开 沪生说 身材越来越好了 桃桃不想 沪生说 老婆是人家的好 一点不错 桃桃说 我是烦 沪生说 风凉话少讲 桃桃说 一到夜里 发妹就烦 沪生说 啥 桃桃说 天天要学习 一天不学问题多 两天不学走下坡 我的身体 一直是走下坡 吃不消 沪生说 我手里有一串案子 是老公每夜 学习社论 老婆吃不消 桃桃说 女人正不一样 有种女人 冷清到 可以看夜报 接荣线 过两分钟就讲 好了吧 快点呀 沪生说 这也太吓人了 少有少见 沪生看了看手表 说我走了 桃桃说 比如昨天夜里 好容易太平了 半夜弄醒了 又来了 沪生不想 桃桃说 这种夫妻关系 我哪能办 沪生不想 桃桃说 我一直想离婚 帮我想想办法 桃桃 善善看一眼手表 准备告辞 桃桃说 此地风景多好 外面亮 彭里岸 谈以比较低 以意代劳 我有依靠 笃定 就开头的这一段话 两个男人 聊了一段 很市井的夫妻的段子 一个话多 一个爱大不理 爱大不理的 一直说 我还有事体 就是我还有事情 我要走了 另一个呢 也完全不管 他是不是要走 自顾自的 说自己的事 这段对话 就非常的市井 如果你去一个菜市场 或者去一些 很市井的地方 留意旁边的 一些人的对话 你就能从他们的 对话里面 找到这种感觉 谐言碎语 有一单 没一单的 没有一个主题 而且这种对话 它有别于 我们传统看到的 一些小说 就是它的这种对话 有一种登登登的节奏 当然我刚才念的时候 不像大家看的时候 念东西和看东西 不太一样 就有些东西 你念出来 氛围会更好 有些东西 你看的时候 氛围会更好 你比如像 诗这种东西 就是很取决于谁念 有些人念的话 你会很烦 有些人念的话 你可能觉得很好 然后你把它放到电影里面 放到一个情境里面 你觉得有些诗太好了 就是这样的 一般对话呢 我们平时看到对话 喜欢加上表情动作的 一些描述 比如说 我说了一个什么东西 我揽起了左手 眉毛动了一下 或者说我有点 小小的生气 这是为了强调 这个人的 当时的 当下的一些所有的画面 它没有太多的这样的描述 全都是语言上 节奏上 通过语言的这种节奏 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小说的时候 那种对话 加上这种 很多的这种 就是描述的话 节奏会显得慢 但是 但他的这种对话 是不服务 繁华这种对话 它其实是不服务于剧情的 他的这种对话不带目的 是为了服务氛围的 或者服务于一些人设的吧 当然了 这个对话其实也不算新鲜 我记得略萨的那个绿房子的里面的对话 也有这种感觉 当然了 它不会像繁华像我们的这种这么的市井具体 它还是服务于剧情 只是有可能大家平时看惯了 这种常规小说的叙述方式 突然猛的一看繁华 觉得有点不一样 很有趣 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一些大肆吹捧 吹捧的 但是我觉得不至于 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极度贬低的 我觉得也不至于 我的看法是 要是它能压缩一下内容 就是很多连载里的一些支线丢掉 我还是很喜欢的 繁华写的 它其实不拖沓 但是可能作为连载来说的话 它也就长期更新更新更新 它自己可能会掉进 掉进它自己的陷阱里面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最早金与成是在一个论坛上 开始创作繁华的 是用连载的方式 看上去 其实很有那种连载小说的感觉的 故事是散的 加上它没有强剧情 读者一下子 读这么厚的一本书是挺痛苦的 繁华算是营造氛围的小说 就像很多的日本的电影 没有强剧情 也是营造一种氛围的 但是营造氛围 是要留大量的空间 给读者泛空的 就不要说一部小说了 就是我有时候录视频的时候 我也知道 我有时候很赶的时候 我那个语言节奏会很快 我有时候 就是我打了稿之后 我的整个的节奏会很慢 但是我有时候没打稿的时候 我脑子里快速的想到一个主题 或者想到一段内容要说的时候 我很怕我弯掉了 所以我就会 哗啦哗啦的快速的把它说出来 然后再加上我这个人 平时开会的时候 语言节奏也很快 就很多人都跟不上我的节奏 也就是因为 我有时候想到一个东西 我要把它非常快的 把它抛出去 所以导致我说的非常的快 这个就没有给大家留空间 所以有些人看的时候 他会显得非常的累 他这种感觉让我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朱天文的剧本 朱天文的剧本 是我看过的一个 非常另类的一种剧本 但不是所有的 他的小说也不是这种感觉的 只有他给侯潇贤的剧本是这样的 他也是玩氛围的 没有故事 几句对话就把民国的调调拿捏的非常的那种到位 我印象中像悲情城市 他的情绪氛围都出来了 留个人想象 点到几指 有一种什么 有一种写信的感觉 以前的那种民国那种 以前的大家的写信的感觉 以前写信描述的全是生活的琐碎 有一单没一单的 我记得我之前应该介绍过 傅雷家书吧 我忘了有没有介绍过 傅雷家书里面全都是跟他的儿子附冲 就有一单没一单的聊的全是一些琐碎 另外我不喜欢的就是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繁华呀 以沪生阿宝阿里里等几个角色作为一个主线 串联起来了很多的人物 这些人物呢像是像是有一点 喉咙梦里面的那些角色一样啊 有些就是短短的就出产了 没什么戏份 有些呢是时不时的出现一下 出现的无非大家都是吃饭聊天 要么说自己要么说别人 像海山花列传 海山花海山花也是在饭桌上的故事啊 不能叫在饭桌上的故事 他就是有一种叫 就是他这种很中国很有趣 就是围着饭桌来说故事 但是防患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可能跟作者的经历有关系啊 忍不住又走了大多数作家的 就是部分作家的那个路线啊 尤其六七十年代的 非要扯出更盘杂的背景 画了很大的篇幅来聊当年的 侯卫兵抄家的故事啊 好像不了解这些事啊 小时候就显得不够厚重一样 作家就没有批判精神一样 这些事呢放在小说里啊 我总觉得最起码在繁华里面啊 我总觉得是两层皮 他既然写一个这种翻演小说啊 而且非常的这种互派的小说啊 他应该索性张爱玲一点 张爱玲就不管时代 他就讲自己的故事 就讲自己的 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不管是时代在干什么 不管风风雨雨 但也许这就是连载小说 这么做的话 是为了有自己的话题吧 加上自己又有个人的经历吧 很自然的写了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 我个人的一些偏见啊 就是也有一些人 就是他们就反而觉得 这部分讲红卫兵啊 讲当年的那个打倒走资派啊 这部分抄家啊 他这种有历史感的 他才是小说的 这部小说的精髓 这大家各有各的看法 因为我看小说的时候 我喜欢 我特别不喜欢 小说或者电影里面 用大量的就是那种 时代跳脱的那种 闪回的东西啊 又是这种一部电影 往往都用年代来架构 什么1932 1910年后 然后现在什么之类的啊 我但凡看到这种叙述的 我都是其实都不是特别喜欢的 我喜欢他的一个氛围里面 另外繁华 我觉得会有点虎头蛇尾了 到最后有点刻意啊 不知道为什么 到最后的时候 写到最后的时候啊 像匆匆收场一样 很多角色呢 当然注定了是要以悲剧收场的 要不然他不叫繁华了 但是他这种悲剧收场呢 就是把所有的这种 大家的悲剧啊 全都集中到了一起来写了 就显得很刻意 那喉咙梦 为什么到最后的时候 我是觉得 大家会觉得 我是觉得不忍心看呢 因为前面啊 他的繁华铺垫的非常的好 到最后呢 他是一个大家族的一个破败 所以啊 家族下面的所有的人 他来讲述每个人的下场了 是多么的不好 他是合理的 但繁华呢 最后呢 他的这个人生失忆啊 就显得有些刻意 像是为了悲剧而悲剧 处理的非常的突兀 然后有点 我觉得有点粗糙了 但也是因为 我觉得他前面的口子 看得太大了 涉及到人太多了 就是说市井的事 聊得太多了 以至于到最后的收的时候呢 他已经收不住了 他不像是一个单一的一个剧情 一个简简单单的剧情 他里面是说了那么多的人和事 繁华里面的角色很多了 这上百个角色 所以最后只能草草的抓住几个人 狠狠的捅了几刀 算是完事了 还有些人呢就是像过产一样 就是再也没出现过了 那繁华 我说了到现在 繁华主要讲了一个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他主要是以90年代 我说我喜欢的这一部分啊 是以90年代的市场经济啊 就是放开之后 所有的人再次向钱看 钱我说的是金钱的钱 向钱看 曾经上海的那种繁华交际圈啊 又再次回来了 虽然他不太像老上海啊 不像民国啊 之前那样的气派 但这些红男绿女一个个的悉数登场 有钱的没钱的 出来混的出来喘的 各种太太先生 各种老总小姐 他们围坐到一起开始交气 这些角色在酒桌上非常的关心 但是在台面下面 全都是落魄丑陋的尸体 他找的这个主题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过去大时代大故事啊 很多的小说 对吧 陈忠实 莫言啊 啊等等余华等等啊 动不动就是三代人起步 呃到现在其实大家 也不是没人看吧 反正我可能就是 如果你阅读量够大的话 你可能会有不太愿意看了 我们毕竟是更年轻的一代人啊 对阅读的主力君来说 大家更熟悉的是 这20年 中国的经济烂潮下的一代人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这个过程 很多人离开了老家出去喘淡 激励了很多灰色的拿不上台面来说的一些故事 泡过了为了钱 什么都可以去做的社会大染干 这些灰色的故事在哪里见的最多呢 就是在酒桌上 人们爱谈 全是私话 繁花就把这些饭桌上的故事啊 大差不差的摆出来了 这些对话就是小说的内容 呃我自己叫它饭局小说 大概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啊 文化喉咙梦啊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海山话列传啊 里面它都是围着饭桌讲故事 一顿饭就是一个故事 饭桌上聊了天南海北 人情世故 花天酒地 呃深色全马 台面上的人 各有各的淫乱心思 投机倒卖 勾三搭四 一顿饭就是几个太太的真风吃醋 寒沙摄影的家庭戏 一顿饭就是出轨外遇的情感戏 饭没有人真吃 都是为了聊生意 谈关系 搞外遇 嚼舌根 这个饭局那就有意思了 比如房华里面一个接过婚的一个湾小姐 在酒桌上勾搭一个老总叫许总的 大家落座之后啊 这个许总的秘书呢叫苏小姐 就是先给大家介绍菜 当然了这个秘书跟许总的关系呢 一定是不一般的 苏小姐先介绍菜 许总呢借了一道菜 就夸湾小姐的这个皮肤真好 湾小姐呢装客气 声音就开始发屌 非要喝酒 还酒一上来 湾小姐也不吃螃蟹 就跟丁总许总喝上了 喝酒的规矩很多 起初大家都不好意思 喝了一点酒呢 手就可以随便放了 从放到腰上放到屁股上了 旁边的人呢也会开始起哄 喝着喝着 就要他们喝交杯酒 玩的行酒令呢也都是新式的 什么两只小蜜蜂啊 这个都还算好的 有些还有一些带着很非常的 昏心的一些行酒令 也是在酒桌上也是很多的 甭管是什么体面的人不体面的人啊 这些东西他都是玩过的 这个非常的那种酒桌文化 湾小姐喝多了呢 就嗲嗲的也开始靠到许总的身上了 然后呢就是大家想的那些那点破事了啊 在前些年啊 这种酒桌文化也曾经非常的繁荣 以至于带动了一大堆借目的人的产业 喝酒非得要有女人做陪 酒桌上谈论的从雅到俗 从素到婚样样都有 早些年一些大的公司广告部 或者所谓的公关部门啊 都是一些年轻漂亮的男生女生 要求很简单就是要会喝酒 要懂得酒桌文化 酒桌上能把一切问题都给解决掉了 当然了 繁华不是讲酒桌文化的啊 它是围绕着大量的饭局来聊天 没有绝对的主角 但是有几个角色呢 人物呢是一直在的 一个叫阿宝的 是做贸易的 女人员很好啊 大家都叫他保总啊 好像玩家卫拍的这个繁华里面啊 阿宝是胡歌演的 这个让我出入感还挺大的啊 我很难想象阿宝跟胡歌的那种 看小说跟那个胡歌的那个气质 好像很不太搭 我搜了一下宣传片 我总觉得玩家卫 把繁华拍成了很民国的那种感觉了 就玩家卫的那种小字调点 你们懂的 另一个就是主角叫做护生 是个律师老婆出国了 跟了别人再也没有回来 这两个男人算是串联整部小说的线索 然后在里面各种老总稀疏登场 很符合海上繁华的调调 海上繁华好像是不是也是一部连续剧是吧 民国是各种小开 到了90年代呢都是老总 在90年代啊 先从南方的大城市开始 形成了两路人 野路子喘出来名探的 和单位里面善班的 我印象里啊有很多的人 当年说借点钱去大城市喘转看 这些人中大部分确实都喘出来了 那个年代好像是做什么都赚钱 这部分富裕起来的人靠的是胆子和不怕吃苦 他们的成功啊更多来自于人际人脉的这种交际 所以他们很懂得世俗的那一套做人的一些规则 所谓这才规则就是繁华里面的中国式的饭桌文化 所有的人际关系啊都是从饭桌上开始扩张的 所有的下三浪搞三俗的灰色的那一部分产业 也是从饭桌上开始兴起的 因为过去有一段时间瞧不起资本家做生意的都是下等人 直到大家发现钱是个好东西 而且当个有钱人也不会被抄家 也没什么危险了 于是大家又开始再度的蜂拥而上 以上海靠近香港的广东 然后包括香港等等啊就是为开始 但繁华里面男性角色我觉得都大差不差 反而是塑造了很多的女性的角色我印象都很深 我记得也是一个主角是跟阿宝有过关系的饭店老板娘 这个角色叫李李 这个角色就非常的有代表 李李以前是干嘛呢是做梯台的 这个说的比较好听啊可以理解成他其实就是做那种 琴瑟表演的李李是一个北方人出来喘的那批 为什么出来喘呢 这又是一个非常的灰色的话题啊 我先扔开繁华这本书啊 那九十年代很多相对来说条件啊 家庭条件比较落后的一些家庭地方 家里的女孩子很多女儿是没人管的 早晚是要离开家的 于是啊有一部分女孩子有反看心的 他们没有听从家人的安排说嫁出去了 然后拿个彩礼钱 他们就自己出来喘去广东去上海去江浙 他们中敢于出来的大多都有会有一些资本 有一些胆子啊资本就是展现 胆子呢就是不要脸皮了 因为人生感觉没有退路了 那还要脸皮干嘛呢 李李就是这样的就是李李 当然没没说李李是这样的啊 我我我说的是就是她是一个代表的一个形象啊 李李就是吃过苦的 她是一个受过羞辱的女人做过替台的表演 后来被一个小姐妹骗到了一个 骗到了澳门一个会所里面单小姐 幸亏运气不错 遇到了一个老板看上了她 包养了很多年 后来这个老头走了给了她一笔钱 她用这笔钱开了饭店 成了现在的饭店的老板娘 现实中李李这个角色她特别有代表性啊 当然了最后小说里面把她还是深刻化了 李李选择了出家 大概是觉得前半生太闹了 后半生想要亲近一下的意思啊 而且这个角色呢 她塑造的还是比较文艺化的 李李她是最终是没有要爱情的 她跟阿宝其实是有过 他们两个人应该也是相爱的 但是她最终没有要爱情啊 她可能觉得自己呃 脏了吧 就是但大多数李李不会这么安静啊 她们会闹一辈子 她们会过得很累过得很讲 李李这个角色是怎么说呢 是不能拿上台面来说的 而另一个我印象深的一个过场的角色 叫林洪 好像叫林洪 这是一个索性丢掉脸皮的 她就是一个很热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了 她感觉一辈子都可以热闹 她不像李李 反而她也是一个真实的人 她跟了很多的男人 只要有能力包养自己的 就可以跟她 但也要她看得顺眼 不求结婚不求爱情 但林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一次饭局上啊 她说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故事 说她有一次啊 遇到了一个有钱的一个老先生 约她散步 他们几次见面就是散步 她也愿意陪这个老先生散步 呃 最后老先生带她去酒店的顶层 这个老先生很有钱啊 就是一起看风景 整个的酒店的顶层都是她的 然后桌子上的余小姐就开始怀疑说 去酒店只是看风景吗 我不信 林洪说是啊是啊 大多数人一定不相信 好像我是个妓女一样 这个角色我觉得也很有趣啊 她虽然也不是一个主要角色啊 她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说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 就是她塑造了很多的非主要的角色呢 就是点到即止没有太拖沓的 反而味道很足 这就是我说的朱天文 为什么有很多这种塑造情境的东西啊 点到即止也不多说 也不过度的描述到 就像林洪 她也没有描述自己是怎样的 还会追求一些东西 有些理想啊 就是啊我不仅仅别人都以为我是个龌龊人 其实别人都以为这么想我 其实我偶尔也会有一瞬间的那种理想的一些东西啊 这就是林洪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啊 就这么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这个角色有趣的地方就是跟其他的那些太太比起来 林洪一定是一个不体面的人 但他呢 又把别人台面下面干的事情啊 全都放到台面上面来了 就所以反而又显得有点真实了 当然了 这种真实并不是我们应该美化的那种真实啊 小凤仙茶花女 终归还是不能扶正的 另外就是人啊 一旦经历了这种浮华啊 穷日子他就很难过下去了 很多人会说好好的日子不能过吗 很难回去的 做了半辈子阔太太了 经历了很多的那种浮华的那种热闹的那些封关了 有一天让你去烧煤做饭 你会疯掉的 你就不要说这个了 就连有一天马桶不让你用了 只能蹲毛坑 很多人都受不了 尽管这个染缸啊 想要洁身自好 不大可能 只能偶尔想到自己曾经 也是一个有另外一种感情的人 你比如小说里面还有一个叫梅小姐 这个梅小姐篇幅比较大呀 然后呢最终也是悲剧 但是这个我印象 反而对梅小姐的这个妈妈 我觉得很很有意思 她妈妈呢年纪一大把了 过去也是一个上海的交际型的女人 还喜欢跳舞 心里始终还是躁动的 六十多岁了 还要折腾着离婚 跟一个香港的小开啊 搞到了一起了 好像是她当年的初恋 跟女儿的关系呢非常的冷漠 这就让我想到了谁呢 张爱玲跟她妈妈的关系 她们都不是典型的 中国式传统的家庭的那种观念 或者说从传统的观念 一下子过来的这代人啊 她反而会反叛的又见过了 就是用力过猛了 都有点只为自己活着的意思 不会为女儿把自己的一辈子搭进去 非常的冷漠 最后呢这个梅小姐的妈妈 因为觉得女儿跟自己的这个男人啊 走得有点太近了 然后把女儿的房子卖掉了 卷款就逃走了 这个故事让我印象也很深刻 就是我一下子会想到了张爱玲的妈妈 所以我对这个角色呢 我是觉得会有一些具体的形象 让我感受到 另外还有一个像小琴这样的一个女人 这个角色呢 就塑造的比较的网络化 就是我所谓的网络化 不是说网络小说 而是说很多她是网络上那种 我们常常拿过来讨论的 描述的这种这种人 看上去无比的温柔 懂得忍让 把一个结了婚的男人骗得服服帖帖的 处处显得自己通情达理 显得自己非常的弱势 但背后呢 成功的策划了一次次的小三转正的阴谋 到死了 才从她的日记里面发现 从头到尾她都是在表演 她跟她好的也不是一个男人 就是感觉非常的阴暗 掩藏的非常的深 所以有人说不喜欢 很多女孩子说不喜欢繁华里面的这些破事太多了 能够理解啊 很多女人都是一副感觉塑造的 不管是七十年代的那些住在那种大的那个院子里面的那些工厂里的上班的 还是说到九十年代 这种繁华下的 感觉塑造的就是一副很缺爱很缺睡又缺钱的样子 繁华的饭局就是这样的一个圈子的现象啊 一个圈子里的人都是有他们的气产的 有他们的语言产的 有他们的价值观的 这点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 你比如说我 我是做综艺节目的 我们做节目的呢 习惯了开玩笑 说话呢 有些有些时候都没有正形 特别爱调感爱自嘲 有一次我印象中很深很多年前 我们在一次会上啊就是跟主任在会上一起开会 然后主任后来就提醒大家说在广告客户面前啊 大家希望大家说话还是注意点 别像平时策划会一样 说话要有分寸要收敛一点 于是我们大家一下子明白了啊 我们习以为禅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呢 可能对另外一个圈子里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一下子会接受不了 他们可能会觉得被冒犯了 但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思 他还不是对错好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他不是进出者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他就是一个圈子的一个问题 要有相似的环境经历 于是产生相似的人生态度 生成相似的价值观 久而久之就成为习惯 然后一群赚不到钱的艺术家在一起 语言产也是很吓人的 疯疯癫癫的 又带着一些故弄玄虚 他们的产也是他们长久以来形成的 自己习惯了 不觉得做做 别人干净了 就会觉得他们这班人是不是有点毛病 繁花就是这样的一种交际产啊 这个产子不知不觉就带进去了 他会形成一套他们的世界的里面的 固有的一些语言 形成他们的见解 形成他们的认知 另外繁花就是 不得不提的就是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翻炎小说他特有的一些属性啊 繁花用了一些不太影响阅读的上海 苏州的翻炎 同样是服务于他的这种氛围的 这件事情上每个人的感受他不一样 有些人看电影的时候呢 他不会因为语言而出戏 但是我是会的 我要么索性听不懂 觉得也还好 所以我很少看看抑制片 另外就是语言本身 考究的是导演 会尽量让演员的说话 靠近他的背景年代 但这件事要考虑观众能不能听懂啊 所以很多导演会用翻炎 管虎啊姜文啊等等啊 什么瞻阳啊陆学长啊等等啊 那种就是文艺片导演啊用的很多啊 什么重镜画呀 会用很多啊四川画呀等等啊 让观众的这个沉浸感啊更加强一点 侯小前在他的海上画里面啊 就索性的放弃了人物的对白 他可能觉得人物怎么说 都没有那种民国的那种氛围在里面 他索性不要他对白了 用了末片时代的文字的那种方式啊 交代剧情 但是这最大的问题就是看起来会非常的沉闷 喜欢他很喜欢 不喜欢呢多看一眼都烦 玩家卫把已经把繁花 据说已经拍成电视剧了 在哪里播还不知道啊 能不能拍出那个调调我就不知道了 繁花最早他是发在网络上的 所以他也算网络文学吧 我没怎么看过网络文学啊 以前杂志上有那种连载小说 连载小说跟网络文学还不太一样啊 连载小说他的交互不强 他就还无非就是像看缠编 把它切成很多段 一段一段的放出来而已 但是网络不一样 大家会评论会交互会互动 所以他的话题点尺度也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网络上写作啊是另外一种体验 随时他会接受大家的一些意见 会影响到自己 但是呢也可能会帮助到自己 以前有一些社区论坛里面啊 会躲着一些不知道身份的一些大佬大神在里面 经常会发表一些文章社论 这种写出去的东西啊能够迅速得到大家回馈的感觉呢 其实是很好的 他能刺激大家的创作的热情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会普遍的还是会认为 网络文学呢还是会有点感觉没有没有那么好吧 可能网络文学整体来说门槛偏低一些吧 就是什么样的作品都有导致就是让大家普遍的认为不好 其实我在很多年前啊就那时候很早了 那时候可能论坛论坛还是很火的时候 我在论坛上看过一个人写过一个中短片嘛 有小说写的特别好 应该是他自己写的应该不是抄的 就是我觉得那个写的很好 但是呢那是很早以前的事啊 然后呃当然这个论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之前有人说一直说要什么写东西啊什么问我呀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们真的有一些能力啊 然后又自己又没有门路的时候啊 可以试着在网络上试着发表一些自己的东西 呃前些年其实很多网络文学啊 在网络上也挖掘了很多的作家 也挖掘了一些类似于 当然了他们就是写的很多的网络文学呢也赚了不少钱 然后呢这些网络文学有些呢很火之后呢 改成了一些漫画改成了一些电视剧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有些喜欢写东西的 又发现自己没有门路的不知道不知所措的 可以试着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东西啊 如果你真的有才华的话 我觉得会有人发现你的 你比如说像繁花了 当然了繁花其实我觉得它不算不像网络 不算真正的网络文学了 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严肃的写的 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小说了 除了有点缠之外啊 我这个月我接下来可能会 我想做一个做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想做一个就是 因为一直我在聊书啊 我想大家可以发一下你们看过的一些书 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每个人发表一些你们的书评 我把大家的书评看能不能做成一个合集 因为之前老有人说什么时候做什么铁皮股文学奖 我有时候就是一个东西啊 我玩过一次啊 我不太喜欢玩第二次了 当然我可能还会做 但是我想玩一个大家你们聊聊 你们对你们做做做做这个书评吗 我觉得你看看大家可以拿一个自己比较读过的很喜欢的书 写一点简短的书评也别太馋了 然后我把大家做成一个合集 然后我做成做一期 大家一起共同共创一期聊书的聊聊小说的这样的一期视频吧 那这期的繁花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